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关讲到健康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要养生 那这个春天要养肝 夏天要养心 秋天要养肺 冬天要养肾 那入秋这个季节 到底怎么样健康来顾好肺 待会我们这一集 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 夏多年医生 你们好 大家好 再来是钟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周伟伦医生 各位大家好 再来是小儿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慕隆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皮肤科的医生好朋友 赵昭明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黄晴隆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萧医师 这个台湾天气炎的 即使入秋 有的时候秋老虎 还是挺猛的 但是入秋之后 早晚常常温差就大 那温差大 其实很多人 身体里头不舒服的 小毛病都会犯 没有错 温差大 事实上是很大 对人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不像我们夏天 夏天不管早上晚上 反正就是很热 那现在呢 白天可以到三十几度 可是你晚上的时候 你站在外面 你还真的觉得凉凉的 有时候还要披一件外套 所以确实是温度差很多了 那么在这种温度差很大的 这种秋天 有什么疾病会产生 其实会跟呼吸道疾病 肠胃道疾病 皮肤疾病 皮肤感染 今天皮肤科学师也在场 还有精神疾病 还有甚至于说 也比较引起一些脑血管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因为在天气温度变化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自律神经会产生影响 因为天气冷的时候 胶感神经会兴奋 那天气热的时候 副胶感会兴奋 可是一天当中 温差超过十度 事实上有时候 这个调节就会出问题了 那我特别要提一下 我们肠胃道的疾病 因为在上个礼拜 有一个三十岁的男生 他在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 抱着胸口很痛 感觉像心肌梗塞那样的痛苦 那种眼神看起来 就是急痛苦进门来 他说他很不舒服 那我说你去做了什么检查 他说我早上刚去心脏科 我们因为我们诊所 隔壁是一家大的医院 他去了心脏科 该做了检查 心电图 心脏超音波 全部都做了 可是他还是很不舒服 他跟医师讲说 那我会不会心力不整 你帮我带一个 二十四小时心电图 他真的就带着 下午来的时候 心电图 机器还在身上 可是他说 他还是很不舒服 结果没有办法 因为要空腹的关系 我在下午六点多 帮他坐胃镜 因为还是很不舒服 这个胸痛 会不会跟肠胃有关系 结果一坐下去 他居然是蛮严重的 胃石道逆流 而且石道已经溃疡了 还有一点是 整个裂孔散气 石道拉到胸腔来了 那因为在麻醉 他睡着了 等到醒过来 他居然说 好多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因为 在秋天的时候 温度变化太大 他本身又个性很紧张 那再加上这个气候变化 他就造成很严重的 胃石道逆流发作 他最近当然有点压力 他说他去当航海王 就最近不太好 所以就有点压力 所以这些因素 整个加在一起 造成他这个厉害的发作 只不过胃石道逆流 居然是用胸痛表现 会 这个是叫做非心因性的胸痛 他是因为胃石道逆流造成的 所以在秋天 我们真的要小心 当这些疾病发生的时候 都要小心 是跟这个温差 是有关联的 真的 我请教周太医 秋天是传统上 中医认为养肺的季节 特别是加强肺部 或者心肺功能 真的很重要 是因为秋天 秋高气爽 但是其实你气压的高低 就会影响到一个天气的干燥 问题是在一个肺 来说秋天的主要 对应的脏气是 就是肺部 肺是非常焦嫩的一个内脏 所以其实就是 今年特别注意到 就是因为有新冠的关系 第一个是你打了疫苗之后 如果得了新冠 其实你肺也会受到一些纤维化的损伤 如果没有打的话 得到新冠更严重 所以今年的一个呼吸道的问题 和肺更加的厉害 那我们最近呢 在一个疫情期间 有个病人 他就非常特别 他其实是我们老病人 因为他是一个补教老师 长期因为声音沙哑咽喉 跟我们一样用嗓过度 他来治疗 长期这样都很不错 但是呢 他就是刚好在一个体检的时候 在一个疫情体检的时候 他发现说 医生跟他说 他居然是慢性肺阻塞 然后他其实才40多岁 慢性肺阻塞 而且他是二期肺的纤维化 就是菜瓜部肺 二期 然后西医也是很紧 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烧菜 你有没有煮饭 他是根本不煮饭的一个女生 但是呢 问出来是 他其实他有宗教的就烧香 问题是他两年前 就开始不烧香了 居然两年后还被发现 他是一个肺部的慢性肺阻塞的问题 那当然他也很紧张 因为其实这个是 有点是不可逆 而且他是没有药物 要靠自己保养维持住的 那我们就跟他说了很多运动的 饮食季节的一个条理了 然后再加上有中药的条理 像百合固筋汤 清飞汤 赶快给他吃 因为他补教老师 一定要用到喉咙 然后呼吸又不能呼吸过度 那我们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说 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个时候 逐渐的可以控制住 因为其实他的一个菜瓜布肺 就是纤维化肺 它是很特别的 事实上我们的肺部 其实如果你真的走到 纤维化的肺的话 事实上它的死亡率不输肺癌 它会让你的血液跟氧气 没有办法做交换 所以其实人是很不舒服 包括喘气呼吸胸门都不行的 但是因为现在 因为环境的关系 事实上在PM2.5的一个强化之下 其实它还会从你的肺部 不只沉浸在肺 它会到你血液里面造成你的心血管问题 那有些甚至会影响到失眠和失智 都是因为纤维的问题 肺部纤维化的问题 那这样的情况下更要保护它了 那其实大家在如果没有找到中医师的时候 在家里我教大家一个叫推天河水 不要觉得我在唬烂 它是一个到家养生非常好的动作 因为在小朋友小儿医学来说 小朋友我们不能针灸啊 所以从古代来说中医师很喜欢用一个叫推天河水 我们上游火气发炎 下水往下流 天河水就是说我们从手肘的一个手肘横纹地方 我们有两指就好了 这样子慢慢推 从这里把水往上推去清掉上面的火气 那怎么推呢 从手腕横纹呢 从两筋中间往你的心包筋 手上不是只有大肠筋跟小肠筋 还有心包筋往你的手肘 我们的二头肌在手肘横纹内侧的地方 靠小指侧的这个地方横纹处 你从两筋中间往它推 一天推个早上差不多十点多开始 推个二三十次 让整个推天河水动作 让你上面的一个烦躁火气 清热泄火达到效果的 那我请教这一个陈慕隆医师 一路秋刚刚讲早晚温差大 那特别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人 事实上各种过敏咳嗽的症状都会冒出来 最近因为天气慢慢忽冷忽热 开始明显又更多过敏 我的诊所有一个妈妈 她把她的孩子带来看感冒 她就说我这个孩子 那个已经三个礼拜都是咳嗽 都是流鼻水 已经吃过两次药了 今天第三次了都还没好 那其实我仔细问 她的咳嗽白天不大咳 晚上睡到半夜特别咳 那我就跟妈妈说 妈妈 她的气管听起来就是咻咻叫 然后一整天里面会挑十段出现症状的 基本上可能都不是单纯的感冒 你如果是感冒应该白天咳 晚上也咳啊 结果你就只有晚上咳 而且如果你是感冒 不吃药 两个礼拜内大部分都会自己好 可是如果你是过敏的话 基本上你不用药物 不做环境控制 时段很久大概都不会好 然后其实我这样讲 跟妈妈说你的孩子是过敏 妈妈还是有一点半信半疑 那我就说来 我们以前已经吃了两次的感冒药 这个孩子状况都没有改善 我今天给你用过敏的药 帮你把气管松开来 让你那个抗阻治安也给一点点 结果两天三天 他的状况就好很多了 其实更回归来推论说 他就真的是过敏而不是感冒 那其实再给各位一个小细节 很多人第一次看病就说 陈医师你帮我分分看是感冒还是过敏 基本上有发烧的又比较偏感冒 没发烧就比较偏过敏 可是偏偏有些人 随便一点点病毒感染 你就真的感冒出现之后 后面还会过敏连带一起来 所以人家感冒你也感冒 人家好了你还在咳 好不容易你自己快好了 人家又感冒了你又中奖了 所以这个感冒跟过敏 在最近感冒少了 那入秋之后过敏真的有变多 那接下来我们安琪老师 也要来分享健康好料理 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 香根海入双白 对那双白我们指的是 这个百合跟莲藕 这个季节的百合跟莲藕都当季 百合是秋天的 那像现在的话 以前有很多是大陆南州来的 现在日本的这个百合很好买 好这一个是新鲜的百合 这个就是日本的百合 我们给镜头看看 它分大中小三种size 这个算是大的了 这个真的像一朵花 这个买回来是要怎么处理 它这个通常都是放在墓穴里头 保持它的新鲜 那我们就要把水先冲 冲干净之后 我们就一片一片的把它掰下来 对它这个从外面的大片开始掰 它其实有点硬 它有点硬 大片的比较 我给镜头拍 就假设你买回家 那你要把它冲干净之后 然后它外围因为像一朵花 所以你外围这样一片一片扒下来 那把它掰下来再重新清洗 对它算零状金 然后洗完了之后 你会看到有这种黑的 那黑的不好看 你就把它拿一个小刀子 稍微修掉一点 它有的时候表皮上 就会有一点让修掉 然后这边的话 它这个就是表面上有一些褐色 我们就拿刀子 把这些褐色轻轻的 因为它还算是比较贵的食材 所以我们就薄薄的削掉一层 它其实也不是不能吃 只是不好看 因为有的时候百合要吃它的嫩白 对 那我今天搭配这个莲藕 莲藕也是这个季节 那莲藕通常我们有三节 那这个大的是比较头上的 头上长出来的 那它的这个比较长 那这个里面的洞比较大 江苏菜里面有一个塞糯米的姜米藕 那然后这个小段的这个就比较脆 适合炒 那这个大段的比较粗 它就是淀粉多 适合烧汤 OK 因为它这个褐色有的人是说拿钢刷把它刷干净 所以有时候市场上你看它会比较白一点 但是它还是有什么外皮 我们把外皮修掉之后泡一下醋水 因为这个容易变色 容易氧化 它的铁质含的比较多 所以它很容易氧化 那今天的双鲜我搭配的是这个鲜虾 炒虾我把它带了尾巴 然后这边露的呢我配的是松板株 OK 那百合现在因为我们吃惯了 对有干货 干货通常是炖煮 炖煮中药啊什么炖煮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中药柴有的时候也买得到 在中药房里头可以买 但是你吃过新鲜百合就回不去了 OK 你就不会喜欢吃干百合了 因为干百合口感有差 完全有差 好 那我们这边现在来一点油 好我们这个锅热油 来做我们的这一个双白 双白 这个都是很清爽的食材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 不要给它下太重的味道 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先炒的是百合跟莲藕 那莲藕我们是吃脆的 所以它们两个时间其实也很快 老师今天的莲藕 其实切得蛮薄片的 对薄片它才会比较爽口 薄片会熟得快 对 老师那你没有用完的莲藕 你通常会怎么保存 通常莲藕很好放 你就给它丢在那里就可以了 你不要洗 没有洗过 它有的时候常常在菜场上买的 都带着泥土的 假设这根我没有用完 我直接丢阳台可以啊 可以啊 就很多根筋类的食材 并不一定要放冰箱 冰箱 对 但是它就会还是会长 所以这种小的脆的我们要先吃 那后面老的那个部分 反正烧汤 让它纤维化多一点没有关系 好 就根筋类的东西不必要放冰箱 但是就记得我们拿一下 醋水稍微泡一下 它就不会再变色 我们在烤的过程中 它就不会再变色 好 我们这边来一点点盐 好 来一点点盐 老师那你刚刚讲说 我们现在买到了新鲜百合 是日本进口的 是比较贵的食材 对 那回家你怎么保存 背部得个不舒服 自己想要有什么方法呢 像玉竹 背母 百合煮鸡汤 都是非常好的中药材 它为什么可以养肺又养肠呢 它那边的纤维非常的高 你吃了很多好菌 可是假如没有好的纤维来养它 还一样是活不好吗 回家的话就是 因为通常卖的时候 它会有木屑 我们就可以给它 埋在木屑里头 所以这个木屑一起买 对 买的时候 它一定会给你一点木屑 真的 它没有给你 给它要一点 因为它通常一箱来 这箱里面都是木屑 百合就在里面一朵一朵 那你回家就这样子放着 塑膠袋 然后就把木屑摆在里头 因为木屑吸水 它会让你这个百合不会烂掉 所以也是一样室温就好 也不用收冰箱 放冰箱 连木屑一起放冰箱 连木屑一起放冰箱 所以就可能用一个塑膠袋之类的 把它密封 对 好妙 对 我们来一点点水 给它稍微焖一下 好 我们现在炒那个 连烤油跟百合 让它沾上一点点油 一点点热之后 加一点点水 好 我们现在让它 这个已经七八分熟 我们来处理别的食材 好 我们把小的这个薄的放进来 比较薄的百合在这里就下 这种日本百合一朵多少钱 这个大的两百 它有中的一百六 然后还有小的一百三 它就看它的大小尺寸 所以为什么传统上大家觉得百合是比较高贵的食材 对 我们有时候宴客的时候就拿百合炒这个虾仁 百合虾仁 或者放一点西芹百合炒虾仁 好 好 我们再灼亮了水 把我们比较薄的百合一起下 对 那我们双鲜后面才下 对 双鲜我们这个小的都透明了 这个大的这边也透明了 我们就把它盛出来 今天我是把这两个双白给它垫底 垫底简单的调味就只有淡淡的盐巴 好 因为百合本身会有淀粉它带甜 好 然后垫底之后我们才来处理我们的双鲜 我们今天这边再来一点油 我们把这个松板猪肉 我们把这个双鲜肉让它准备好 我们来一点葱段爆锅 我现在知道百合为什么它是比较高贵的这个宴客食材 因为有的时候你把它铺旁边 那就感觉花瓣比较漂亮 对 对不对 然后那个薄片就是莲藕这样子 反正莲藕也是这个季节吃当季的 对对对 对 你摆得很漂亮 让它花瓣呈现出花瓣那样 对 花瓣要在旁边 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大块的摆盒 请客人吃 不然它放在下面没看到 那这边我们把这个松板猪肉炒一下 那松板猪肉比较不是很容易熟 我们稍微把它炒熟 那虾子很快 我们再来放虾子 好 我们简单的那个冲段爆香 其实松板猪就可以下 那因为虾仁比较容易快熟 所以后面下 老师这个是很简单 基本功的去壳去备去藏泥这样子 对 那我去壳留了尾巴 因为尾巴通常在虾身上 尾巴比虾的身上红 对 看起来比较漂亮 那我们要衬托那个白色 所以我们就 就会成球状 成球状 好 那我们这边也是来一点点水 把松板猪焖一下 好 我们松板猪焖一下 老师你那个松板猪有腌吗 有腌 我抓了一点水跟太白粉 水跟酱油 好 然后再来给它抓一点太白粉 好 让它一点点味道 对 好 那这个热了 有热气 我们加了一点水热气足一点 那我们的虾仁有腌吗 虾仁有腌 虾仁是用蛋白跟盐 然后最后我们就抓太白粉 好 我们其实秋天吃清爽 这个双鲜本身食材就鲜美 然后简单一点点盐 对 太白粉 酱油 对 那它其实就已经有味道了 对 好 那这也是我们再加一点水 没想到我们常常用 现在不用油 我们就可以多用水 因为油的温度虽然高 可以到200度 对 但是水的温度煮起来 它也会让食物能够快速熟 对 所以我们酌量的水 而且待会因为你腌它的时候 有一点点太白粉 太白粉 所以你看它那个少量的水 其实它那个酱汁有一点点 自然的微芡 对 好 那这个虾仁看它都变色 就是熟了 对 那我们就最后放一点香菜 我今天是香根的口味 我们来点绿颜色的香菜 我们虾仁熟了之后 少量的香菜就可以下去 然后这个宴客的时候 就把它这个摆盘摆在最上方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 干煎莲藕到这么香的 因为我们在家里就只会复制 莲藕排骨汤 但是原来那个莲藕的香味 是这么甜和软糯又脆口 这是比较特别的 但是有些病人 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全部靠药物 要用食疗和药物在秋天的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有个病人是一个 他差不多六十几岁 他是金融业退休的一个妈妈 那当初他其实很简单 就来我们这边做 纯粹退休后的条例 跟年期而已 结果他告诉我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他抱着狗要跑红绿灯的时候 因为他是老狗 他居然跌倒在红绿灯两次 而且他的右肩非常的痛 那我们就跟他说 赶快叫你的儿子 反正你儿子是检察官 就叫他帮你安排一个体检 在体检之后 果真他好像是有个问题 就是在肺部 有个一公分的肿瘤 一公分以下的肿瘤 现在在西医来说 开刀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他就开完刀 那很如愿非常好 开得很顺利就回家了 但是一个礼拜后 他就跟我说 他胸闷咳嗽得很厉害 我们说不可能啊 因为其实静养就会好 结果过一个礼拜后 他就照片子 就发现说 居然开刀后OK 可是引发气胸 但跟医生的技术没有关 他个人体质引发了气胸 就开始咳嗽 胸闷 而且呼吸困难 走路不行 所以他接下来就在我们医院 做了差不多两个月的 气胸的自发性的 一个黏膜修复的肺 肋膜的条例 那这个告诉大家说 其实在一个肺部的 一个不舒服 和修养的自己条例 有什么方法呢 第一个一定要是高度营养 像安琪老师的一个营养 是够得非常好的油脂 第二是你的运动要注意 在一个肺部很不好 你不要再叫他去早上去运动了 在秋高气爽的时候 事实上早上是你玩股票 做一些用脑动作 写数学 背英文的时候 绝对不要让爸爸妈妈 在一早上就出去外面 因为冷空气的 呼吸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在一个十点之后 到下午再出去运动比较好 再来这就是一个食物 是白色的力量 告诉大家 那中药材里面 其实像玉竹 贝母 百合煮 鸡汤 都是大家常听到的 这都是一个白色 像杏仁豆浆 也是非常好的中药材 但是有些妈妈 她的脾胃是比较生冷的 她没有办法吃 早上吃一些生菜沙拉的时候 你就走到一个全骨根筋类 你可以用糙米浆 薏仁浆 燕麦浆 去让你的身体的多糖体 黏多糖 给修复的比较好 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说 在一个春芽 夏瓜 秋菇 冬果 秋天来说 可以吃一点菇类 去补充你的多糖体 和黏多糖的话 其实菇具类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平菇类 像修真菇 还有蘑菇类的 金针菇 杏鲍菇 都是白色的 去让身体比较修复的 比较好的白色食物 介绍给大家 那我请教赵医师 中医常常说 肺主皮毛 肺不好的话 皮肤也会受到影响 其实这个皮肤 跟我们这个内脏器官 是有很大相关性 尤其心肺 那肺不好 实际上皮肤表面 表现出来 它肤色会比较不好 而且抵抗力比较差 所以说 假使你的肺不好的时候 实际上牵扯到的皮肤的问题 都是跟一些过敏 是有相关性的 那我这里有一个病人 她32岁女性 她是一个银行的行员 那平常是让 其他本身的过敏体脂肪 常常就困扰她 尤其在季节交替的时候 实际上 其他感觉皮肤就会痒 它就像一个气象台一样 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 皮肤会有烧痒的现象 尤其在这个秋冬季节 温度低的时候 她皮肤痒的感觉更厉害 尤其她痒 大概都在眼皮 会比较明显 她眼皮会造成什么 会一直有脱屑 而且甚至很干 而且她会想揉它 那这眼皮是最敏感的位置 又薄 越揉它会越粗越厚 而且越越敏感 这是恶性循环 那事实上这位民众 她除了皮肤不好之外 为什么说她是气象台呢 因为一旦她感觉 季节交替的时候 皮肤不好的时候 她感觉 她的肺部就开始不舒服 会胸闷 甚至她感觉 每次有干咳的现象 就能出现 那这个她去检查之后 是个慢性的 一个支气管型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肺的问题 从上面 上支气管到下面肺的问题 事实上其实 她包括大支气管 小支气管到肺泡 这个地方 都会造成皮肤 产生问题 那越下面的问题产生 事实上对皮肤的 这个问题会越大 因为她呼吸的阻力 会越强 越强的时候 皮肤的血液 喜欢会不好 那我们知道 假使你的皮肤 不好的时候 事实上其实 现在的问题是 跟内在的过敏 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建议民众 第一个 你要怎么去养肺 因为你不止 只有皮肤的保养 皮肤当然是要保湿 那我们知道养肺来讲的话 当然跟中医很多 是有相关性的 那实上一般来讲 我们的食疗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可以多补充一些 像胶原蛋白东西 比如说像一些鱼类 还有这个DHA EPA等等 甚至我们知道 很多的瘦肉类 它实际上其实 还有很多的胶原蛋白 氨基酸蛋白质组成 对皮肤其实都是 很好的保养 就是不要吃胖 或油脂的东西太多 当然在这个时候 假如皮肤好 维他命C的蔬菜水果 也是要多补充 像一些苹果 奇异果 还有一些所谓柑橘类 这个都是很好补充 假如补充够的话 是让对皮肤的保养 甚至肺部的保养 都达到很好的 一个保护的效果 真的 我请教肖医师 刚刚讲 这个秋天养肺 用了很多秋天 当令的白色的食材 事实上这些食材的 营养素 对于我们照顾肠胃 也很有帮助 秋天精气 是我们说养肺 事实上在中医来说 肺跟大肠相表力 那我们在西医来讲 就讲肺肠肘 事实上它这是 有互相影响的 所以这些白色的食物 它为什么可以养肺 又养肠呢 其实刚刚安琪老师 这个食材里面 不管百合莲藕这些 事实上都是白色食物 它里面的纤维非常的高 这么多的纤维 对肠道的益生菌 其实是很好的 它是所谓的益生质 又用这些纤维来养菌 所以你吃了很多好菌 可是假如没有好的纤维 来养它 它一样是活不好 那我要举一个例子是 前一阵子有一个 四十岁的年轻人 他四十岁来 他说他爬楼梯会喘 而且最近越来越来越严重 四十岁会喘 哇这怪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心电图肺部都没事 那最后抽血 发觉它很特别 血红素只剩下六 男生正常是十四到十八 他只剩下六 这下惨了 男生在四十岁 男生没有月经 怎么会这么低 怎么会贫血 对这贫血贫得太厉害了 我们就怕说 会不会很严重肠胃道出血 赶快胃静肠静都做一下 真的怕他长坏东西 结果一说他去胃没事 肠子本来怕有肠癌 也没事 最后是什么呢 原来是痔疮出血 我很生气说 你为什么不讲 我们在问他说 你都平常吃什么 这位先生很有趣 也是从来不吃青菜的 从来不吃 他的食物便当里面青菜 一定全部摆在那边 都是吃肉类跟白饭 结果当然就是这些纤维纸不够 所以造成这么严重的便秘 所以好好利用这些白色食材 富含纤维的来养肠 是对的 那接下来我们龙师傅 也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分享的是 咖喱龙虎斑 对 那我今天这个也是要用 这个白色食材 来跟大家来介绍 那主要有的就是 这个白的花椰菜 对 那因为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花椰菜 跟这个绿花椰 在清洗上游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的这个花瓣的地方 是比较紧密 比较没有空隙 所以建议大家再回去洗的时候呢 就先这样子倒过来 然后用那个水龙头 直接里面冲洗 对 不然有时候里面有冲洗干净 它有一个很小的小虫子 在里面 然后冲洗完之后呢 一定要再把它剪成像这样子 剪成小的 然后再洗一遍 对 用流动的水 去漂洗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花椰菜里面 再住在里面的一些小虫 或者小杂物 才可以彻底的洗得非常干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再来 这边有用到一个就是白色的蘑菇 好 那白色蘑菇 因为大家讲说 菇类到底要不要清洗 这问题非常重要 很多像杏鲍菇啊 或者是金针菇 它应该是在菌种包上面 所以它尽量就是不要去清洗 因为它会吸水 那像蘑菇 这个一定要去清洗 因为它在 这个有很多的土砂在上面 但是我们买回来 我跟大家分享 像这个黑黑的地方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个 这个小的刷子 先把这个上面的土层 先把它去掉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如果还没有要吃的话 你就先把它这样清洁 放在冰箱里面去冰 如果你开始要喷调的话 就是说今天你切开来之后 就要先泡一下那个盐水 或者是醋水这样子 它才不会喝变 因为这个白色 它很容易就是 切到空气 就整个就变成洋化掉了 那我今天用的是这个龙虎斑 那鱼肉这边已经有先用 那个盐巴米酒 稍微淹过了 那今天之前呢 我们还是一样先给它做一些 这个沾粉的动作 我们这个是什么粉 这是中筋面粉 中筋或低筋都可以 那其实像因为我用龙虎斑 因为斑类它是比较适合在这种 酒煮 像你要煮咖喱 它是非常适合的鱼肉 那如果没有龙虎斑 你也可以用什么鲑鱼 你也可以用像鲑鱼或鲁鱼都可以 那我就直接 好 我们那锅热油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来煎 这一个鱼块 待会要做咖喱 所以其实除了蘑菇 白花椰之外洋葱 或者美白菇 其他菇 都是一个很好的搭配的选择 对好 那再来大家可能在做这个 像花椰菜都常常会觉得说 因为花椰菜本身营养素很高 但是它的味道可能稍微 比较没那么足够 那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的花椰菜就是 不用太多的味道 但是也非常好吃 就是它一定要先下去煎过 对 它的香气才会出来 都已经打COVID-19疫苗了 那是不是流感疫苗 是不是就不要打 全世界的疾病那么多种 不是只有新冠这件事情 才需要担心 其他的病毒对各位也不会轻松 能够打的疫苗还是尽量打 很累 白天是体育起庆 腹脚反承认正常的伤悲 表示肠子有发炎 帮它食物过敏的一夜 它超过20种过敏 花椰菜都煎 对 所以我们的不沾锅里头 不只煎鱼块 我们还要煎花椰 而且师傅先把油淋上花椰菜 让它挂一点油 挂一点油下去这样子 然后稍微给它拌一下均匀 然后下去煎 把这个蔬菜的香气煎出来 待会你再做这个 这个咖喱的部分 你才有一个蔬菜香味 如果你直接下去煮的话 你就只有 纯粹就只吃到咖喱味道 但是你就吃不到 像花椰菜该有的一个香气在里面 我们现在这一个花椰菜 也让它一并的这个煎香 对 好 那我旁边再来教大家 怎么来炒这个咖喱的部分 那因为炒咖喱它有几个动作 就是说第一个 它的一些辛香料一定要够 洋葱 对 然后油可以稍微多一些些 是没关系的 那洋葱先下去 好 那洋葱它也是属于一个白色的食材 它也非常需要一些油脂 来带动它的一个香味的呈现 那再来就是咖喱这边 我这边是有准备两个咖喱 一个就是一般的 我们常买的这个咖喱粉 对 一样让它炒香 对 也是把它炒香一下 咖喱炒过其实它的香味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很多印度餐厅 炒咖喱都要炒很久 对 要慢慢炒 那你要家里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香料 我建议你可以去买一个这个咖喱块 咖喱块把它切碎 好 因为咖喱粉的香气是很够 但是咖喱块它是调味已经非常的丰富 所以你用这种两种去拌炒的时候 你待会也不用再加什么调味料下去了 它的味道就会比较 就很棒 很丰富 一致这样又有香味又有这一个调味 调味都把你调好了 其实我现在已经闻到很香的咖喱香了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一点水了 好 好 我们炒香了咖喱 然后这个时候才调一点点水 我这里的水就是 我们不是要煮的一锅 好像在做咖喱饭那种咖喱 就是有点带一点汤汁的一道菜色的咖喱 好 所以水的话你只要把它调到 可以调得开就好了 好 不要调的这个 感觉好像是在煮咖喱饭的那种 那种 香汁 好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其他的像这个菇类 都可以吃 我们的蘑菇跟美白菇都可以下 都可以放进来了 对 趁这个味道出来 就一直把它放进来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浓郁的一个 咖喱的一道菜色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煎锅 对 这个鱼 你看 这个鱼的香气也都出来了 让它定型 对 定型 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花椰菜 因为花椰菜它 你看我这边有炒过的时候 它这个 这个颜色就是 你待会吃的时候会觉得它非常的香 味道非常的好 所以它接触在这个锅子的地方 就是有点这个微焦的地方 这有点像我们在做美式餐厅 在吃那个炭烤食物的那种感觉一样 好 那我这边就直接把它下到锅子里面 我们刚刚那一个浓郁的咖喱锅 其实现在就要让它放入我们其他的配菜 对 那这个时候还可以少量加一点水 加一点点的水 我们稍微给它焖一下 让它整个味道去融入在里面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个稍微拌炒它 然后盖上锅盖焖它 焖它同时请教一下陈医师 这个季节 事实上也进入流感的季节 所以流感疫苗已经开大 那事实上这一次因为还有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提升呼吸道的免疫力真的很重要 其实之前新冠肺炎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想说夏天夏天会不会新冠疫情就改善了 结果后来观察到现在发现疫情还是在全世界延烧 但是流感每年都是10月份 11月份一直到农历过年的时候开始在大流行 我记得去年疫情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我在网路上接到一个妈妈的求救信函 她说我不是要求救我的孩子 我是要求救我的先生 我先生他因为高烧不退被带去医院急诊室 然后就说急诊室说不行 你不能进来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你先在外面做筛检 确定你不是 你也不要进来 我要在外面帮你做检查 所以他在外面做完筛检 等了大概半小时 确定他不是新冠之后呢 好那就帮他照了一张S光片 发现他是肺炎 发现他是肺炎 就跟他说 那这样子的情形你要住院 那你还是不能进来里面等床位 我们现在都是户外等床 所以他在外面等床位等了一天半 然后他就写求救信给我 就说陈医师我的老公不是新冠肺炎 那现在在外面等床 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结果等床等着等着 竟然烧退烧了 然后他说我帮他签了 自动出院同意书 请问接下来怎么办 我说好啦 那你不是新冠肺炎 来带过来我们来检查一下 结果我们额外多帮他做了一个筛检 发现他是流感 那他换句话说 他就是流感 在并发细菌感染 并发成肺炎 所以我们当时给了他抗流感 抗病毒药物 再给他这个抗生素 后来好很多 但是呢 妈妈就因为这次的情形 就吓到了 再隔了大概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后 全家都带来打流感疫苗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新冠 又加上现在又开始打流感疫苗 我最常被问到了一句话说 大家都勤洗手戴口罩 今年我们还要打流感疫苗吗 或说陈医师 我家长辈 他今年都已经打COVID-19疫苗了 那是不是流感疫苗 是不是就不要打 我必须这样讲 全世界的疾病那么多种 不是只有新冠这件事情 才需要担心 其他的病毒 其他的细菌 对各位也不会 对各位也不会轻松 所以能够打的疫苗 还是尽量打 然后呢 这两个疫苗是不冲突的 对某些人来讲 这两个都要打 除此之外 接下来的一年 大家真的不能生病 管你什么病 能够越健康越好 你想想看 人家的例子就告诉我了 你真的生病了 即使你不是新冠 你到门口还是进不去医院 然后你要进医院 人家每个人全副武装 各种动作都会比较慢 所以其实能打的疫苗 就尽量打 那我这里有一个表 就说 如果我们想要提升 呼吸道的免疫力 各位不需要说 我要花大钱 买什么营养品 其实晒太阳 适当的运动 然后水分要补充 心情愉快 然后吃好东西 心情愉快之外 均衡的饮食 好好的睡眠 这些都可以让身体里面的 免疫细胞进一步活药 也可以说 我如果真的不小心 得到这些病之后 可能症状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 好 同时间我们龙师傅 这一锅也焖得快好了 这个真的是整个香气 然后鱼肉的味道 都应该融入 最后我这边会再加 稍微一小汤匙的糖 把它做一个味道的融合 然后将这个最后像这个 一点点甜豆 绿色的甜豆 趁着热度给它稍微拌一下 然后最后加一个 也是白色的这个牛奶 好 加一点点奶 这个平衡它的顺口 对 这样就可以来起锅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这个食材选得太棒了 这个龙虎斑 这个鱼肉真的很好吃 然后有白色的花椰菜 蘑菇这些都是白色食材 所以最特别的是 因为它用了咖喱 我平常是不吃咖喱的 结果我全部吃光了 真的是太好吃了 能够做到这样子 我以后会对咖喱的多注意一下 因为知道它是一个健康食材 如果有些人对它的味道 有时候会怕怕的 但是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要提一下是 因为现在我们的COVID-19 大概现在台湾已经有 一万六千多人了 那有一些人他已经好了 可是他会造成一个长期的 超过三个月的 所谓Long COVID 那这个三个月 他会出现什么症状 他人虽然好 可是人还是很疲倦 所以有时候会失眠 然后会有点喘 那后来去研究 发觉这一些人 他有个特色 他在肠道的菌虫 整个是乱掉 对 肠道菌虫 肠道菌虫乱掉以后 人就会很疲倦 为什么 事实上我们肠道里面 有非常多的 腹胶感神经的神经在那边 当你那边发炎的时候 他就放出很强的讯号 那我们知道 胶感是让我们要战斗 腹胶感就是要休息 而现在那么强的 腹胶感神经的讯号 就让你人每天非常的疲倦 所以养好肠道很重要 那我要举一个 最近一个例子 一个大概五十三岁 刚刚停经不久的女生 她来诊所求诊 她就说我很累 很累 白天都提不起劲 那可是这跟一般的 更年期以后妇女颠倒 因为更年期的妇女 是腹胶感会降很低 所以那种人是 很紧张很紧绷的 就是睡不好觉 可是她颠倒 她说每天都 我好累 那一直找各种原因 都什么检查都做过 都查不到 那最后我们帮她做 自律神经检查 就发觉到 腹胶感神经真的很强 正常的三倍 自律神经怎么检查 自律神经它有一个叫做 仪器吗 对 我们叫心律变异 叫做HRV 像做心电图一样 躺下来我们做五分钟 那我们去算每一下 她的心跳 她中间的差异 因为正常人差异是蛮大的 很紧绷就 好像踢正步 那就有问题 她颠倒 腹胶感很强 所以很松散 那我们发觉说 她跟一般停经的妇女不一样 那我就问 腹胶感神经会这么强 表示肠子有发炎 那肠子有发炎 会产生肠肉症 所以有很多过敏的问题 我问她 你有过敏吗 她想了一下 我说皮肤有没有过敏 她说没有 鼻子呢 你怎么知道 她每天早上起来 一定打噴嚏 原来她 因为肠肉症 她有长期的流鼻水的问题 结果这肠肉症 就让她非常的疲倦 那我们怎么检查 当她食物过敏的一夜 她超过二十种过敏 弄了半天是长到没弄好 其实我们这次在这个COVID-19 这种疫情底下 我们真的要把自己的美医力顾好 而且要现在就开始 不要等到生病 生病有时候 你再去补充益生菌 那我们尝到了这些 可能感染了这些细菌或病毒 可能会把这个我们补进去的菌 也让它变肿 所以要补充 最好先前补 补一补 让自己的免疫力好 也比较不会得到 那得到以后 应该也比较容易好 那我请教一下赵医师 这个季节 还有一些人的过敏 皮肤其实容易诱发群麻疹 然后这一类的患者 也常常好好坏坏 那想发就发 对 其实我们知道 最近因为 COVID-19的问题 是打完之后 这个疫苗 很多人发现皮肤有问题 那到底是跟COVID-19 这个疫苗的注射有问题 还是本身就是有 过敏体质的问题 那在我们忍中 事实上其实在最近 发现有这个过敏问题 蕁麻疹的病人 大概增加 已经快三成的比例 其实是蛮高的 可是每个病人来 他就问我 我刚打完疫苗不久 有人是几天之内 有人是两三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之后 皮肤产生过敏现象 到底跟这个注射疫苗 是不是有相关性 有时刚好是凑巧 那有时可能是个人体质 真的是有点敏感性 所以我们知道 最近我自己的门诊病人 就发现 有一个小三的一个学童 他本身就是有这个 异味性皮肤炎 那事实上季节交替的时候 他皮肤就比较敏感 那事实上 他在吃东西 事实上也没有很注意 所以说 他最近的这几天来 他就发生 他的皮肤产生 全身性的一个过敏的情况 那来看的时候 这是一个蕁麻疹 那我们在蕁麻疹 对一些过敏体质的小孩 甚至一般民众 实上是很常见的 那这样的过敏情况 很多是跟吃是有相关性的 那我们知道 蕁麻疹有四分之三 是找不到原因 因为很多民众 会希望去抽血做检查 甚至一些频繁发作的民众 那事实上 其实很多是找不到原因的 找不到原因要怎么处理 事实上找不到原因 其实我们就知道 要根本 常见的哪些原因 我们要去去除 比如说 我们最常见的是一个 食物引起的问题 那食物呢 第一个会造成过敏 第一个就是不新鲜 第二个就是吃错食物 比如说食物 你本身会过敏 你不知道 你可能吃了它 所以我们就要去注意它 那我们知道 急性蕁麻疹 一般来讲 它常见的是食物过敏 最常见 那食物过敏 一般来讲 统计上 第一个当然是有壳的海鲜 甚至还有一些 我们说香菇 豆类笋子 有些民众会过敏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 第二个可能一些感染的问题 很多人他本身 比如免疫力降低 最近很多的一些感冒等等 它降低的时候 也可能造成感染的现象 那第三个人 蚊虫叮咬 那蚊虫叮咬 事上造成这个 蚁麻疹的机会很大 比如现在慢慢 比方说疫情舒缓 到这个其他地方去玩的时候 蚊虫叮咬 造成过敏是蛮强的 这是要注意 当然还有一些 接触一些过敏源 那我们知道过敏源接触 可以分为过敏接触性皮肤炎 刺激接触性皮肤炎 都造成过敏的现象 当然还有药物引起的过敏 常见一些抗生素 像有等等 那慢性蚁麻疹来讲 当然是皮肤受到刺激 造成的问题 还有当然是温度 等等的改变 当然自体免疫力疾病都会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 急性蚁麻疹 急慢性蚁麻疹治疗 当然第一个 追根究底 哪些原因会过敏 你自己想知道的话 要避免它 第二个当然就增强自身免疫力 当然我觉得是 吃好的东西 吃对的食物是最重要的 那周太一也要分享一个 养肺论肺茶 对 因为现在开始 第一个就是疫病共存的观念 还有就是随着大家 打完两剂疫苗之后 其实反而要更要注意 自己的一个 因为群聚以后的一个后果 那因为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清冠以后好像可以去预防 一个COVID-19 可是你要知道 那是对阿发病毒 而且那是 它这个时空环境 是在五六月炎热的夏天 其实台湾来说 秋冬是相对的比较 干燥和微凉和温差大 其实清冠的话 其实你已经要做一个改良了 所以我今天介绍大家一个 就是一个叫防疫润肺茶 它有改良过清冠 我们先姑且称为小清冠好了 就是用一些去 比方像雨芯草 板蓝根 去可以降解病毒量 帮你的身体 形成一个强大的守护墙之外 我们要加强一个温暖的 包括像桂枝 苍儿子 对鼻腔的温暖 还有抗过敏的情况 那甚至呢 我们也加上薄荷 还有脊梗背母 可以加强肺部的修复 这样在秋冬会是比较好的 而且避免掉一个 清冠一号的一个寒凉 腹泻或轻微咳嗽的一个症状 好 谢谢周探医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替代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赖跟telegram的官方账号首页 我们影片也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 扫描QR Code 直接按订阅 也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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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